Hello大家好,这里是饭的小七 那么已经很久没有在镜头前面 跟大家录这样的talk类的视频了 聊天的视频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 所以今天想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感悟和对未来的一些计划 首先是豆沙上个礼拜去世了 其实我们原先以为它应该至少能过满今年的 没有想到走了那么快 一个礼拜前或两个礼拜前 其实拍它的时候还在有点中风偏摊嘛 也不至于就立马就走了 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以后 因为我天天会去看它嘛 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以后就突然就走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不像芝麻 芝麻走之前至少有大概三个月左右 已经受骨鳞巡的 你知道它那个样子基本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豆沙它还好啊 怎么看起来还有点胖胖的 怎么就一下就走了 很突然 然后就让我们有点感触吧 加上汤圆之前不是也去做了那个手术嘛 就是汤圆的牙吸收 这是一些猫咪到老年才会得的病 然后加上桃子啊饭团 它也都八岁九岁了 所以我们家的猫也进入了老年阶段 所以就给我们一些感触 因为毕竟做这个账号已经有八九年了 再往下拍 那老年的猫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拍的了 该拍过的素材 该拍过的题材我们也都拍过了 那我心想猫咪都这么大了 所以我也准备让猫咪来退休了 仓鼠呢我们也不准备养了 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猫咪退休了其实一样可以拍它 你每天拍它可可爱 在那边躺着我们也会看 但是呢我既然全职做自媒体养家 那肯定是要求 对这份工作是有要求的 需要它可以上镜 需要它可以越做越好的 而不是每天拍猫 然后发发图片就好了 我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这么做很快也会被市场淘汰 我们毕竟是全职在做这个东西 还是要靠这个吃饭的 这么多年下来 我感觉我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去做一个门宠自媒体 为什么呢是这样 我对猫的这种态度呢 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猫咪在那边躺着很可爱 睡在那边的时候 我喜欢在旁边慢慢地观赏它 但其实这个时候呢 好多人都会直接上去亲亲它吸猫 然后会把猫吵醒 这其实两种都没有错 但是两种是不一样的 我再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汤圆生病了 那一集汤圆生病了做手术的视频 那其实我知道把汤圆脸上毛被剃掉 然后眼睛真的很大 舌头也伸不回去的那个造型 那个图片放在第一张 放在第一个画面里面 最能让大家感受到同情 然后利用大家同情 我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增长很多 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 我只有到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 才去放了汤圆这个画面 是因为我不想用这种太难过的感受去感染大家 让大家觉得 是我感觉会有点像卖餐一样 也不是卖餐了 然后在汤圆做好手术回来 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 有一个恢复期 那其实在这个恢复期里面 我应该天天拍摄视频 怎么样给它喂药 给它吃东西 然后拍摄它的状态 其实这样对一个更新视频来说 有一个连续性 观众会有一个追根的感觉 但是我完全没有拍 是因为我觉得汤圆做手术回来很累了 我看他天天在那边睡觉 然后需要时间恢复 我就不舍得再拿镜头去对着他 去拍摄他现在的样子 然后他多可怜 我要怎么给他喂药 我接着要怎么做 然后配上一些悲伤的音乐 我知道这可能会跟我增加很多的播放量 大家也会很爱看 但是我不想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我就是想让我们家猫好好地在恢复期里面恢复 所以这就造成了我觉得 我其实不适合做门宠子媒体 其实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希望我们家猫 可以安详地过完这个晚年 它们想躺着晒太阳就躺着晒太阳 它们想睡睡我床就睡我床 它们想干嘛就干嘛 而不是我们今天要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猫猫要有一个这样的走位 然后它必须这样走位 走不了的话我就要把它放到最后再走一遍 我现在真的不太想干这种事情 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你其实不需要指导猫猫去干嘛 你就固定地拍猫 猫干嘛你就拍干嘛就行了 其实也可以 但是对于我们家八九岁的老猫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蛮滑味的过程 如果每天都拍摄这样的画面的话 其实对于我这个全职做自媒体的 播放量并不会太高 那这样的话可以 但可能甚至都养不活我自己 我得另外再去做一份工作 然后再用另外做工作的钱 再来养活我现在的职业 然后我再拍这个视频给你们看 所以我觉得 那为什么呢 我干脆还是让猫咪安安稳稳过 它们的晚点好了 我自己再来拍其他的视频 赚钱养活我们家猫好了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我并不是说我以后完全猫猫的视频 我就不拍了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呃猫猫要洗澡啊 医院打疫苗体检看病啊 这些我肯定还是会拍的 然后日常猫的照片我肯定还是会拍的 我还是很喜欢拍猫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嘛 因为我其实不怎么接广告 自从饭团吃了猫粮生病以后 我就把所有的猫粮广告全都拒了 无论是好的是坏的 是进口的还是怎样的 所有的猫粮广告 我这三年里我都没有接过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跌跌半半 也没有赚什么钱 然后一直到现在 然后这两年基本我都在亏损的状态 今年一年应该是有亏了挺多的 所以真的是用爱的发电 自己用以前赚的钱来补贴拍视频给你们看 所以我就想着说现在豆沙也过世了 然后三只猫猫也老了 所以我干脆要不就去拍我自己想拍的东西 让猫猫退休吧 然后我赚钱养他们就行了 接下来呢我会去拍摄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故事 和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老母亲她呢她会去做直播 她已经做了有两三个月了 唱歌主播她还喜欢唱歌 大概其实大概其实就这样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视频了 所以这期视频可能讲的有一点乱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能不能听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 不要打架我 操你妈 OK那接下来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有一次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